大家好 今天来给大家讲解一下三角函数 在我们速控车船当中的应用 我举了两个例子 两个图 很简单的一个追度 我们先来看这个图 图子标了大径φ50 然后标了这个追度的长度是10毫米 然后标了一个角度 那么我们在编程的时候 是不是需要计算这个小头的直径 那么如果遇到这种情况 我们怎么来计算呢 首先我们把这里 衍生过来 这里衍生过来啊 这边衍生出来 然后这边衍生过来 衍生过来之后 这里形成一个直角 那么这里就变成一个直角三角形 那么图子当中这里是30度 然后这边就是60度 然后这边是90度直角 那么我们算这种 这个30度 相对的这个别 称为我们的对别 对别的话 我们要算这个直径小直径 那么我们可能要算出这条边 算出这条边 然后用这个大直径解去两个这条边 那么就是我们的这个小小直径 那么算我们这个30度的对别 怎么用三角函数来计算呢 我们公式是这样子的 我们首先30度 我们首先用10数学公式当中的三角函数 1030度 等于0.577 这个我们计算器当中一按就按出来啊 1030度等于0.577 0.577 然后我们知道我们三角形的这个30度的0边 这个0边是10毫米 那么我们用10毫米乘以一个碳30度乘以一个0.577 那么就等于应该是等于5.77 对吧 等于5.77 那么我们通过这个三角形的0边乘以一个1030度 那么算出了三角形的对别 三角形的对别等于5.77 那么我们用50解去一个5.77 打个括号乘以一个2 那么就是等于我们现在这个问号的这个小直径 50解去5.77乘以2 就是我们的小直径 为什么要乘以2啊 因为我们算出的是这条边 这条边的话 我们要知道我们算的是直径 那么这个肯定要乘以2 也就是说我们50解去这上面这个三角形的这条对别 和下面这个三角形的对别 那么就等于我们这个小头直径 50解去5.77乘以2 还有一种情况 下面一样的图 它标出了30度角度 标出了小径 那么让我们算长度 然后怎么算呢 同样是 延伸出来 延伸出来之后 形成一个直角三角形 形成一个直角三角形之后 我们知道这里38.46 我们需要把这个对别算出来 对吧 我们50解去一个38.46 然后除以一个2啊 除以一个2 除以一个2 就算出了我们的对别 算出了这个对别 算出对别之后 然后用这个对别 除以一个太阳30度 也就是说 这里算出来应该是 5.77啊 5.77除以一个 除以一个10 30度 0.577 那么就可以计算出 我们这个问号 也就是我们这个追度的长度 那么应该是10毫米 这样算的话 我们如果算这条别 就是说算这个三角形的0别的话 用对别除以碳角度 如果是算 这个三角形的对别的话 那么我们用0别乘以碳角度 这就是一个我们三角形当中 我们三角形的一个常用的三角函数计算公式 也就是说我们数控车当中用的最多的两种 最多的两种这个这个方式 公式就是一个死的一个公式 你们看一下 然后这个两种方式就讲到这里 有不懂的 然后私信我 有不懂的